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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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又來到《哥人講事》 現在香港議員的質素低度不能再低 你們用什麼葉柳油在那裡吠扭 他說自從14年的戰略運動之後 有多過遊學生、年輕人組成的組織出現了 也多了年輕人參選 他說這些年輕人參選 因為人工高 又可以享受美光燈 心想葉柳油你做來幹什麼 你當年參選又幹什麼 你說話都不敢驚大佬 參選為了錢 為了二萬多元 不用做嗎 為了二萬多元做到一隻狗 你以為好受嗎 做得不好又要被人插 你以為這些錢很容易賺 還有 年輕人出來參選不是因為錢 賺錢有很多途徑 年輕人出來參選 看到這個政府是越來越無能 才出來參選 想改變這個社會 想令這個社會變得更好 因為未來是屬於年輕人的 他們都不樂於見到他們的未來 被這幫這麼容碌 這麼無能的官員 和議員去掌管 去掌管他們的未來 那麼年輕人參選更好 至少證明了大眾市民的意識 政治意識有所提過 這樣其實是好事來的 那你不問一下 葉劉你不問一下 你自己當年出來參選做什麼 你當年出來參選 為了錢 為了美光燈 屌你這麼膚淺 屌你都做過幾十年人 你不是這麼肥肉 屌你葉劉好心 你快點退休了 有沒有作為 又衝出來賺 你幹嘛賺啊你 拜拜 拜拜